市场上买了点肥肠和猪肚 咱们简单给它卤一卤 准备一个小盆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咱们把肥肠薄的给它抓洗一下 把上面的粘液咱们都给它抓出来 然后咱们把肥肠再给它反复清洗个三五遍 把它洗干净的肥肠下刀不中 稍微来点水 稍微来一点点料酒 首先咱们切点香香 去红葱 忘了买生姜了 给里边来两排干姜 然后点干辣椒 八角桂皮香叶白纸草果肉扣 咱们给里边来点 好准备小高压锅 把肥肠什么的 把它放到小高压锅中 然后给里边再来点水 然后把各种葱姜香料下到锅中 稍稍来点盐 较鸡精 蚝油 生抽来点 然后老抽来点 小火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差点把锅给点了 小炒面啊 大家不要学习啊 现在整个整个都是云山屋招的 肥肠和猪肚啊 还蛮不错的 咱们把这个猪肚啊 给它贴成小细丝 这样吃起来比较贵 接下来肥肠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热卤 好准备好的蒜泥 来点陈醋 简单来点点味精 辣椒油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这些辣椒香菜 首先啊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咱们把鸡蛋下到锅中 稍微再来点油 准备点火腿丁和香菇丁啊 下到锅中 烹点生抽 然后把米饭下到锅中 再来点小油菜 拌给里边放点这个小牛肉块 再来点鸡蛋 出锅之前来点葱沫 今天来一个劳山可乐 热卤凉拌 我打赌啊 在座的各位80%左右的人 没喝过这个可乐 像我这么厉害的美食博主 也仅仅是第79次喝这个东西 好像我的牙缝里边有韭菜 今天炒饭 雨有点大 这个是猪肚 相当nice 口感异常Q弹 但这种吃法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烫嘴 要是喝点酒 就相当完美了 替我准备表演个拉丝 但没怎么成功 炒完以后 这米饭一片居黑 这次是猪肚烤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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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拌肥茶 我个人来说非常受用啊 要是在里边有点黄瓜丝和胡萝卜丝 就更完美了 哇 这牛肉一口一口小卡拉米 还蛮爽的 小肥肠咱们再来上一小根 这两天的气温好像不太适合吃凉霸 咱们再来点猪肚 热发很容易就凉了 比赶紧辣椒小巨辣 给它放回去吧 我吃不了太多了 再来一块的肥肠和猪肚啊 慢慢等等啊 这块没怎么煮烂 嗯 起来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